約會過那個瑞士人 他是那種就是 開車門其實這是最基本的 每個男生如果說去約會的話 禮貌 可是他會先讓我坐進來 就把車門關起來 他就從另外一邊這樣子上車 他不會讓我們這樣 一直這樣有沒有 因為他覺得我們女孩子會 穿裙子 穿得很漂亮 這樣子挪很不好看 你現在講的是坐計程車 現在是談戀愛 結婚後就不知道了對不對 結婚後開玩笑 你要下車的時候 叫他先放乾冰跟地毯 是 打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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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印象中 老外是不是很喜歡我們台妹 一定的 像他這種一定老外愛死人 真的 因為他們喜歡那種個兒很小的 玲瓏 很小隻的 最好曬個黑黑的 對 然後很俐落 對 然後黑頭髮 千萬不要染頭髮 就是黑頭髮 然後眼睛細細的 因為他們國外沒有這樣子 對 他們國外女生比較大隻一點 像東方娃娃一樣 對不對 然後呢 以這個體格來講 他們很好操作 對 操作 幹嘛 你操作布袋細嗎 可以跟他擺肢嗎 是 怎麼會回到布袋細 對 其實老外其實會喜歡 我們東方女孩子 是有這個原因 應該是 應該 因為黑頭髮他們覺得很漂亮 那再請問兩位 有跟外國人交往過嗎 比姊姊 比姊姊 不能算有 至少是人家有飛球過 很多 因為我以前在美軍俱樂部 太多 我一開始出來 就是在美軍唱歌 在台中清旋岡 所以我對台中有一股那種 一種情感 對 有情感 你知道 我一出來的時候 我在文化學院上課 我是偷跑 拿了飛越書包 然後就是每個禮拜跑台中 你知道 清旋岡那個時候 我同一期出來有黃茵茵 舒芮嘛 我們三個是一起出來 是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表演的地方 就是越南戰爭那些飛機有沒有 回去越南 然後回來 我們就每天在表演給他們看 然後是大樂隊 菲律賓樂隊 那個時候都是Live的 都過癮 而且你還看到 那個Armstrong來台灣 Louis Armstrong 那個太空人有沒有 他有來 他 就帶像Bob Ho 是 Bob Ho他每年他會帶 Christmas 帶那個所有的藝人有沒有 到每一個國家的空軍區去表演 美軍的 對 那時候我多羨慕 就覺得 Oh my God 你在操場 沒有麥克風 那個黑人 我那時候記不起來 到底他是誰 他是Super的那種藝人 巨星 他不用麥克風 他唱給幾千個空軍這樣聽 他們不用麥克風 他聲音老遠的聽 幾條街都聽得到 我就覺得說 Oh my God 真的 怎麼會這麼棒 那個時候我們就已經 看到這些東西了 而且那個年代你沒辦法想像 那個時候 你要喝口可樂 口香糖 玻璃絲襪 外面是沒有的 那個時候你只要手上拿個牛皮紙 就是到Compant裡面 就是美軍的那個裡面 是 去買東西出來 就好羨慕你 你有錢都買不到 那所以說那些美軍 要把比利姐都是用口香糖 是 我還要唱歌 我那個時候其實是一個團隊 我還有另外一個 一個團 沒有 我那時候是跟大樂隊 然後 我還有另外一個 夥伴是Niko 那就是Billy和Niko 我們兩個長得很像 唱歌的時候他們就點 就是點歌 是 然後寫紙條上來給你 然後寫 他會寫一些東西給你 電話號碼 對 然後他會給你點歌 所以每天你接多少的那種情書 而且那時候我都只會 Hello goodbye 不會英文 你知道嗎 沒有 真的 聽不懂 出去約會牽手給你 沒有 不敢 我太保守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太保守 還是會怕 對 只是喜歡唱歌而已 可是我是在那個時候 認識我的第一個先生 他在合唱團 是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你很喜歡音樂 亞洲人比較溫柔 比較任勞任怨 真的 亞洲裡面又最屬我們台灣女孩子 更任勞任怨 對 對 真的 所以他們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樣子的女生 所以他們就特別的喜歡 然後又很珍惜這樣 所以我覺得很多老外 尤其是男生 來我們國家 大概70%以上 是為了我們台灣的馬子 是嗎 真的嗎 真的 真的嗎 真的啊 因為他們都很喜歡 我們台灣女孩子 日本女孩子比較緊嘛 對 我們台灣女孩子比較大方 可是日本女孩子 才是愛死老外 尤其黑人 他們好愛 可是他們的狀況 就像跟李嘉講 我們台灣男孩子 追女孩子的狀況 不要害羞 趕快抹腳 你知道嗎 那你自己約會了 你剛剛說有幾個國家 對 英國啊 瑞士啊 紐西蘭 你覺得這幾個國家的男孩子 哪一個比較 比較好 我覺得歐洲的男生 真的非常純粹 就是 歐洲啊 瑞士 我約會過那個瑞士人 他是那種就是 開車門其實 這是最基本的嘛 每個男生 如果說去約會的話 禮貌 可是他會 他會先讓我坐進來 就把車門關起來 他就從另外一邊這樣子 上車 他不會讓我們這樣 一直這樣有沒有 因為他覺得我們女孩子會 穿裙子啊 穿得很漂亮 這樣子挪很不好看 你現在講的是坐計程車的部分 你懂我意思嗎 很厲害 先開車 我第一次約會我嚇一跳 我想 他怎麼走掉了 結果他是幫我把車門關了 他就繞繞繞繞繞繞繞到另一邊 把車門打開來 這招真的要學起來 要啊 其實男生都應該這樣好不好 然後他一下車 他就先下車 再出去外面 把車門打開來 然後扶你出來這樣子 其實這個跟 對 這個跟教育有關 是 因為你從小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對女人應該這樣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 你不管他是不是你女朋友 對 你都會去開門拉移 可是那真的還滿夢幻的 你看像我最多能做到什麼 譬如說坐計程車對不對 我會開門以後 我先跳進去 往裡面擠 然後再讓那個 因為他方便 對 對 我先往裡面擠 但是在國外歐美真的 男生一定是讓你先上 讓你先上 然後他從另外一邊這樣子 繞一圈 對 那你是坐到什麼境界 對你老婆 譬如說坐計程車 坐計程車的時候 我還是會幫他開門拉 先讓他上去了 但是等到我上去的時候呢 他就幹掉我了 他就說我穿窄裙耶 你知道我這樣移... 那你比就很累 這樣比起來我比他好一點 我會先鑽進去 對啦 這叫最左邊有沒有 讓他上... OK 好不好 這一個很高興 其實如果注意一下 女生真的會很高興 但是你這一招是更猛 先上車 對 可是... 而且下車他還會出來扶你的 可是這樣很不好 因為習慣了以後 後來我約會啊 回去約會 下雨呢 下雨也這樣嗎 下雨也是啊 他都會啊 然後就很習慣會有人扶你啊 結果也是一個男生要下去了 我就想他會扶我 結果他自己就走掉了 對 真的 跌倒 可是我覺得 你們現在是談戀愛 結婚後就不知道了對不對 結婚後開玩笑 你要下車的時候 叫他先放乾冰跟地毯 是 沒打... 開玩笑 我想說放乾冰感事 對 開玩笑 開玩笑 你 快點